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里是星星在农村 都说年翠月的时候人要起早 起早是抢财 但是抢财的时候先卖哪一只脚 他决定你的财运 咱们去找人了解一下 叔叔 你找人起来吃饭了吗 吃过来 你老人有多大了 我五十二了 五十二了 五十二了 快五十三 有几个孩子 一个男孩 一个男孩 像你说你念的也得差不多 完成了五了 完成了五 完成了五了 廖叔 你说咱那个就是说 过年了 念醋鱼这一天 念醋鱼照妻是什么意思 念醋鱼 那今天就是强态 强态 醋鱼照妻是强态 但是强态还有别的注意的吗 就是不是说满左脚吧 满左脚是吧 像你一部刚才说了 你好研究这个 就是说满左脚是强态是吧 就是是不是咱那个桌是煮菜的 是吧 白管干什么事 就是桌是煮菜 给咱人说 那桌青龙有白骨 给咱有关心吗 有关心 是吧 咱都说就是桌煮菜 是不是咱干什么事 包括咱那摆访东西 都是一桌一桌 是吧 桌是煮菜的 差不多 是吧 人家都说金门做手是菜围 是吧 是菜的方向 就是说 咱早起的时候就是说 念初语 早起来的时候就是说 鞋满左脚 这就是最主要的一步是强态 你一步漫不好 可能你强不来 怎么说 还是得靠人的亲密是吧 这个得做努力 你不愤怒不拼摸是为啥人 对 你知道吧 你只要那广大家的情愿 你全都不交下来 对 这还是人必须得努力 对对对 谁说他是强态 但是说也得在建立在这个 努力的情况之下 对对对对 你不拼摸不努力 你怎么 对吧 这也是 通过刚才和这位大叔的交谈了解到 大叔自己本身略懂一些风水学 说过年的时候 年初一要先卖左脚 左脚是主菜的 所以说抢材的时候不要抢错了 慢脚不要卖错了 等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